前不久有媒体爆料 咱们熟悉的人鱼小姐张瑞希 因为整容后遗症面瘫了 惹得一众当年爱慕她的粉丝 十分为其惋惜 不过昨天 小酷我在北京通州某商场 竟然意外见到了前来位 韩国海产品站台宣传的张瑞希 没想到 她的脸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依旧是温婉端庄又好看的 我说 你究竟是怎么保养的呢 前不久 baby素颜感妇整容医院 找专业医生做各项检查 例证自己没有整容的行为 一下子让所有的留言灰飞湮灭 对于这么直接的手段 我们同为大明星的韩国美女张瑞希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他明星的事情 跟今天的活动不是很一切的关系 所以就这样 其他的东西就无关 尤库全娱乐 你不要想太多 北京报道 前不久有媒体爆料 咱们熟悉的人鱼小姐张瑞希 因为整容后遗症面瘫了 惹得一众当年爱慕她的粉丝 十分为其惋惜 不过昨天 小酷我在北京通装某商场 竟然意外见到了前来为韩国海产品 站台宣传的张瑞希 没想到 她的脸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依旧是温婉端庄又好看的 我说 你啊 你究竟是怎么保养的呢 前不久 这个都是其他明星的事情 跟今天的活动不是很一切的关系吧 所以简单 其他的东西就无关 有库全娱乐 你不要想太多 北京报道 今天我们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